俗话说贼偷一半火烧金光 前两天在朝阳陵远市宋丈子镇 发生了一起火灾 那房子烧的都不成样了 里边还有一个煤气罐 但是就这么危险 房主大娘还要往里面冲啊 啥玩意这么放不下 比命都重要啊 消防也挺纳闷啊 就问大娘说啥玩意啊 你猜是啥 存折呗 错了 是一个烧水的锅 一场大火烧了家 大娘心里放不下 死活就要进屋去 这可急坏了消防员 你找啥呀 我给你拿 快快快拿上来 先拿上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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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啊 还以为是啥传家宝 或者是存折啥的 感情就是一口烧水的锅 从前有个大娘 大娘有个锅 锅里面有个罐 罐里放了8000元 这是锅吗 这不大姨的聚宝盆吗 挖个坑买点土 数个一二三四五 自己的土 自己的地 种啥都涨人民币 大姨我感觉你是小品看多了 你说你把钱塞那儿干啥呀 你要做人民币灌 都是咋的呀 有钱存卡里 用这方便 你咋都烧不着 好